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项活动呢 还有那些卖这些过年的东西 过去三十年 春到河畔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不同省份的表演团体来演出 工作委员会在每年的八月份就会组团 到海外物色适合的表演项目 富有民间特色的手工艺品 以及传统地方美食 今年主办单位就邀请了获奖无数的中国南京市歌舞剧院 以及台湾文化大学的华岗舞团 为大家呈现传统的闽南和客家歌谣 春到河畔节目主任方百成说 观众每年最期待的重头戏就是财神爷撒金箔 那么你就会看到很多人集中在那边去迎接那个金箔 我们会放一二三四一二 然后每一张放一个号码 那有的人就为了要抢那个号码 用手抓不到 就用雨伞 张开雨伞倒转过来 那么就去迎接那个金箔 那有一年这个财神爷是 它位置比较靠近那个水 比较靠近海边 那么风大 那么这个雨伞在拿得不好的时候 就好多都被吹到那个海上去 五彩缤纷的灯饰向来是春到河畔的特色 今年一共有六十多组手工灯饰 亮点是历来最大型的壁画灯饰 以西游记为主题 高12米 宽33米 今年第八次为春到河畔设计灯饰的叶志明表示 其中最有难度的要数齐天大胜了 齐天大胜是安置在一个观众席的斜坡上 那如何把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变成一个斜坡呢 那就是一个高难度了 那么因为它在斜坡上 所以它的支撑点 它的平衡度的话 不容易安置 财神爷呢 它今年是文财神 它的服装是比较华丽 那么它的样子呢 打扮的比较年轻一点 那么今年财神爷跟晚年不一样 是它的撒金箔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而且次数比较多 主办单位每年都邀请来自中国四川省四贡市的工匠 来制作这些精致华丽的手工灯饰 四贡市以灯会活动和精湛的手艺为名 叶志明说他每年也会参加自贡的灯会活动 汲取灵感 四川它们的设计都是以传统式的这些构思 传统的文学那些文化来做题材 它们的灯会都一直在提升 规模越来越大 我们规模只有它们的三分之一 所以人潮来讲也是只有三分之一 它们是算千万的人去出席这个灯会的 除了当时春到河畔另一个万众期待的高潮 就是在除夕夜燃放烟火了 跟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活动将连续九个晚上 每晚呈现三分钟的激光烟火会演 让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第一空烟火 烟火制作公司表示 今年的烟火会演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烟火设计上方面 我们配合了五种主要的效果 第一就是最主要的地空烟火 冷光烟火 镭射 音乐 还有现在在欧洲市场上 很流行的会动的火焰 我们首先就是从音乐方面着手 主办单位很荣幸地 请到梁文福博士来帮我们设计 片排了一个remix的 就是新年版的音乐 在历届的春闹河畔 变幻无穷的七彩烟火 总吸引民众驻足欣赏 但对于王安全夫妇来说 他们更期待的是在新年期间 可以燃放爆竹 好像以往南方鞭炮 现在禁止 因为政府禁止 所以没有那种新年的气氛 所以希望政府也是 在那个新年的佳节里面 希望可以通融一下 让小孩子感染到那些泡柱 那些响声 王怀美也觉得 早期的春道河畔 虽然比较简陋 内容也没那么丰富 却更有传统民俗的风味 我当时看到的就是那些碱子 还有那些绣花的东西 制东西的这些部分 还有很多的那些相关 还有那些陶瓷品这些东西 近年来就是说 好像加入了那些游戏摊位 很多的游戏摊位 而且因为有了那个牌 可以表演那些地方的那些特技 或者有那些地方风味的那些食品 那个也是不错 春道河畔未来如何求新求变 吸引更多年轻人